什么是Postar Postar曾经是沃尔沃的性能车版本 而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96年 而真正定名为Postar 实际上是在车队一主以后的2005年 2017年Postar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全新的子品牌 而它也有一个新的中文名字 叫做吉星 Postar 2是什么车 旗下的第二款辆车车 同时它也是吉星的首款纯电动车 在国内分为两个版本 一个是基础版 一个是首发版 价位分别是298万和41万8 那国内售卖的版本 典质组容量是72千瓦时 官方公布的NEGC续航里程是500公里 身长度4606毫米 轴距2735毫米 从定位到尺寸到它的价位 实际上这个车 最高的车型很简单 就是特斯拉的Model 3 今天咱们拍的这辆吉星2 属于TT阶段的试装车 也就是Tooling Trail工装试验车 这是新车型开发中 第一次在装备线上建造车辆的阶段 因此一些细节 未来还会进行调整 尤其是软件的部分 并非最终的状态 内饰的设景真的是非常简洁 那一方面沃尔沃本身就很喜欢这种极简主义的风格 那另一方面就是 现在很多电动车 也是它们流行的一个趋势 就是尽可能让车里这种实际的按键简换 更多的功能集成在这个车机里面 以及它的液晶预表盘里面 可能大家一上车的时候会发现 这个车没有一个启动的按钮 是这样 之前我们在试海外版车型的时候 当时那个车它是跟手机进行了绑定 那么驾驶员拿这个绑定行的手机上车了以后 这车就自动启动了 同时座椅也挑战好了预先的位置 全液晶预表盘 它的尺寸是12.3英寸 通过方向盘上这个多功能按键来控制 这个多功能按键呢 跟WorldWorld的车型一模一样 所以上车起来没什么难度 中控这个车机的屏幕尺寸是11.15英寸 里面搭载的是原生的安卓系统 一说到这个安卓系统 可能很多人都会有个概念啊 就是它的可扩展性会比较强 同时也搭载了挺多的本土化的应用 比如说像华为应用市场啊 华为智能助手啊 高度地图啊 天猫精灵啊等等这些 同时这个车 它搭载了科大讯飞的语音交互系统 那之前咱们试过很多中国品牌的车 我也夸过很多 就是说那些中国品牌 它们的自然语音识别啊 自然语音控制都比较好用 其实那些车里面很多用的 都是科大讯飞的语音 所以这样看起来 其实这个车机的本土化 做的还是不错的 导航去中关村 第一个 请选择 一选择第一个 即将导航到中关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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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是晚上看到的话 这个小细节还是挺显档次的 先备式开启的尾门 后备箱开口很大 搬东西方便 后备箱内部的容积是405升 极星2同样具备有前备箱 但容积只有35升 这一点表现不如Model 3 极星2已经在位于浙江台州的工厂进行生产 于是在今天夏天就能正式交付 前后双电机驱动 系统的综合最大功率是300千瓦 也就是408马力 系统的综合最大扭矩是669米 官方公布的0到100公里毫升的加速时间是4.7秒 其实现在对Postor 2极星2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因为咱们都知道 特斯达的Model 3陷入了简配门的风波 对它的整个品牌形象伤害非常大 当然我们肯定还是希望 特斯达能够尽快地去解决以及弥补 因为我们不希望消费者 尤其是车主成为这个世界里面最大的受害人 但是行业竞争 您自己把一手好牌打得稀懒 那就别怪别人趁虚而入了 所以对极星2来说 在保证交付的前提下 给大家一个非常完善的产品质量 也许在这个敏感的时间点里 可以收获一个比较好的时尚表现 OK 那今天关于这个车呢 咱们就先聊这么多 还有什么想聊的 欢迎大伙在评论区留言 或者到微博来找我 我是陈勾 咱们下期再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